第三期题,小明预测定反应速率快慢,取贝壳与盐酸做甲乙饼三次实验,如表所示,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 选项A说要探讨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,要比较甲乙饼两次实验结果。 我们看到甲乙饼两次实验,他们的贝壳重是一样的,他们的颗粒大小也是一样的,他们的盐酸浓度还是一样的,他们只有温度不一样。 所以根据我们学过的控制编音法,这个是要了解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快慢影响,所以选项A是正确的。 那么选项B说甲乙饼三次实验中反应速率最快的是饼,我们可以看到饼的里面,它的贝壳的颗粒最小是粉状的,它的温度最高是35度C,所以它的反应应该是最快的。 所以选项B也是正确的。选项猪说要探讨贝壳颗粒大小对的影响,要比较甲乙饼两次的实验。 那么我们看到甲乙饼里面它的贝壳重是一样的,都是2.0公克,它们的盐酸浓度是一样的,都是0.2大M,它的温度一样都是25度C,只有贝壳的颗粒大小不一样。 所以根据我们的控制边缘法的学习,我们就知道它研究的是颗粒大小的影响,所以呢选项猪也是对的。 选项C说把贝壳敲税会加快反应速率是因为颗粒变小,这句话是对的,使重量增加这是错的,因为它只有只颗粒的大小改变,敲税而已,东西还是跟原来一样,所以重量并没有改变。 所以第37题问我们下列叙述何者错误,我们答案要选C,将贝壳敲税可以加快反应速率的原因是因为反应颗粒变小,使重量增加。